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张勇的经历很奇葩呀 还好 因为我就是是大学生 我现在上大三 然后我在兼职的过程中 主要是在教小朋友们不应主持 总会遇到一些奇葩的家长 比如说他们今天来跟我说 你这么小能教得了我家孩子吗 然后我就会给他上堂课 感受一下 然后大家听他们听了以后 就都报名学习了 就说你很容易搞得定家长的 小朋友也很能搞得定 真的 你的方式是什么呢 特别受小朋友欢迎 我也不知道 特别受小朋友欢迎 哎呀 天哪 什么样的孩子你都能搞定 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孩子叫陆米 这女孩就特别难搞定 你比如说陆米上课的时候 老师不愿意起立 叫老师 你怎么办 那就坐地上吧 你说坐地上凉不凉 裤子脏不脏 妈妈今天给你洗衣服这么干净 你就上这儿来坐地上吗 你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对你好的人 我来 你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对我好的人 你都十岁了 不知道什么叫认真对待对你好的人吗 对啊 但是老师你也没有认真对待我呀 我现在就不想站起来 那老师上课是站着 那你坐下 你看 他就没有站着 因为老师没有教他回答问题呀 我老师叫你能不能体力一下同学 你为什么那么配合呢 你不要配合 陆米啊 你感觉他真能搞定 我觉得不是特别能搞定 我觉得他没碰上更淘气的孩子 他没有就是真正的是一个小朋友放出来跟我交流 其实他其中说的是 把自己也当成小朋友这个点 我也就是想说 但是我没有说得到 所以就有点遗憾 你今年是毕业了还是大几 大三 大三就想工作了 因为我大四 不缺钱 也不是不缺钱 缺大钱缺小钱 缺大钱 但是我这个年龄 你缺大钱 也没有多大 你缺什么大钱 说来听听 我想买相机 相机 喜欢摄影啊 想培养一下 所以你这么早马上想要工作 是因为你有事业心呢 还是就是想挣点钱买个相机 我特别喜欢上班 我早出晚会把自己弄得很忙 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你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呗 一定要折通出一点事呗 对吧 所以你不介意加班吧 不介意加班 我挺小的 今天加班都可以 不介意 这挺好的 其实还有点小 所以我不太明白 大企业里面都是什么 但是张悦 你现在是大三 对 三月分开学 也是大三的下班学期 你还有很多必修的课程 是完成不了的 你看妈妈来了 你看你多像妈妈的样子 姐姐好啊 别妈妈了 我已经 因为我已经拿到课表了 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还可以 回复妈妈 挂过课没有 没有 没有挂过课 拿过奖学金 怎么样 妈妈你同意吗 我对妈妈不同意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她的背景资料 你解读一下 第一个是 12主持老师 这是我带他们 比赛的一些照片 还有他们的得奖 荣誉重书 他们的节目 全都是我自己来编排 带他们一次一次演出排练的 第二个是我大一的时候 参加模特礼 还有主持活动的照片 这个是我在天津师范大学 校园广播负责新媒体的运营 这是我做的公众号 然后我做的一个广告类的平台 尤其是在大学 太耀眼会遭人背后议论 太平凡会被人欺负 在适当的位置停留 也是一件难事 请解读一下这句话 背后的心境是什么 就是我还是想远离这些朋友 过来 这句话 你读出了这个女生心里的心事吗 其实她还是觉得 自己比别人优秀一点 就是特别自嗨 有一点 特别有优越感 有一点 哎呦 尤其是在大学嘛 太耀眼了 别人议论我 我要是装作太平凡了 别人又欺负我 哎呦 人呐 做人真的好难呐 就这个意思啊 对对 那张蕴你想过没有啊 就是因为你这种追求时尚 可能是不是因为一个同学 有点格格不入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 就是背后讨论你啊 不会吧 我觉得我的朋友都很 很漂亮 我怀疑 他特别喜欢别人背后讨论 怎么可能 你还笑的吗 来来 下一页 没有了 没有了 那个我有我做的一些平台 想请工作人员拿上 你刚刚那个PPT 拉到一万左右的那个 是一万阅读量左右还是 不是 是一万块钱 你就发一下 先发给妈妈 就这个进去月一档 这个妈妈进去月一档 大家看一下手上的稿子 好 这个是我拉的一个赞助 给他们做的一个平台 因为我就是太多了 我就随便挑了一个 这个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打印 这几页上来 我就是我大概翻了一下 没有解释到这个点 到底是啥呀 这是我自己的公众号 就是我自己发表公众号 上面的文章 爸爸没看懂 妈妈说 来 爸爸说的对 这真是模范 来 小叔替你挣点光 我觉得至少 他这个公众号是合格的 因为有图片 有视频 而且把事情说清楚了 我觉得对一个基础 基础公众号的运营来说 是合格的